他曾是一名人民警察 我这辈子最幸福最愉快的是 就是我干了一辈子我喜欢的工作 在局时他历过两次三等功 我在公安局是搞信访的 就有一次我在很不起眼的一封信上 发现了他的现实 发现了他潜在的危险 但是我是一个警察 我干了这个工作 我就从来就没有想到 个人的安慰的问题 他工作心比较强 为老百姓做主 寻找这个意义 内外坚固 却最终没能抵抗住婚姻中的外力 KTV那会儿最流行嘛 吃完饭就去那些地方来嘛 结果就被这些小姑娘就掺上了嘛 当喜爱北京文化的他 遇到了老北京的他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这你怎么又来了呀 这不是有什么呢 看着一个嘛 您这来得真够快的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为您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择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报名资讯的话 欢迎您拨打栏目走日线电话 010-6331-2752 6331-2752 欢迎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30分 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 好了 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老师 他们是媒体人李洋老师 欢迎 作家张世元老师 欢迎 新专家金颖老师 欢迎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现场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认识的是一号女嘉宾 赶紧来了解一下 有请一号女士 欢迎 欢迎一号女嘉宾 欢迎你 你好 我觉得带着这么多好吃的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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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做的这个是凉拌牛肉 这个是卤菜 请你们尝一下 来 给老师们尝尝 请你们尝一下 好香啊 蒜香味 小生辣 小生辣 生辣好吃吧 平常您会做很多这样的熟食吗 对对对 对 我平常没吃的时候就做给邻居们吃 爱吃肉 搭配的辣 确实跟北方的酱肘子的味道不是特别一样 嗯 这是我自己调的味 就有点腊肉的感觉好像 啊 真的 不会吧 就干了吧 你看我们 我们的老师啊 一个是美食主播 一位是美食达人 他们都没尝出您这肉这个特殊的味道是怎么来的 说明人这个做菜是有别出心裁的自己一套方法的 对对对 我最快乐的就是做美食 好 把这个肉也给我们的男嘉宾尝尝看 他们能尝出来是怎么做的什么味道 好 男嘉宾真不如我做的 真的假 真的 好 来看看我们带来好吃的这个菜肴的一号女士的基本资料 来请看 一号女嘉宾王小军61岁 四川人李尹 公安局信访办退休 这名字像个小男生的名字 是 小军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了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最爱大北京 历过两次三等功 她背叛了自己的承诺 现在是在北京生活对吗 现在目前在北京 像我前夫90年那会儿在北京 后来调回四川了 那会儿就爱来 她带我来我就比较喜欢北京 为什么那么爱北京啊 喜欢她的哪方面的这个文化 她的文化体育本身就比较深厚嘛 天安门啊 故宫啊 圆明园啊 长城啊 反正就是喜欢这些地方 都去好路吃还是喜欢 开了就不想走 就是想 就是想在这儿待下去 古都嘛 是吧 清朝这个时代 再一个就是啥 她那个文化体育比较吸引人嘛 我觉得是 那会儿前夫我就叫她留下来嘛 那会儿我就给她做工作 我说就调来嘛 她调来肯定我也就来了嘛 结果她说她不喜欢这边的气候 不喜欢这边的 隐私习惯 后来好吧 算了吧 女儿长大了 我给女儿做工作 叫女儿也来 大学病人以后 就到葛之巴总部来了 待了一年 她也不喜欢 女儿也回去了 她们就是 就是我一个人喜欢 那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北京啊 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马家铺那边 丰台 说两天就是北京好 进屋家家都有钱 找好贵宿 外地也不足啊 外地也不足啊 人家都说这个四川嘛 天赋之国啊 好多人去了以后都很喜欢那个地方 饮食啊空气啊 还有这种生活节奏啊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啊 一个地方住久了嘛 还是想换换地方 那会不会您偏喜欢北方男人啊 有可能呢 有可能呢 您觉得来了北京 认识的男士和四川男士有什么不同呢 有不同 我觉得北方的男人很大气 四川有他的优势 我不能说四川不好 这是个人的喜欢嘛 所以我看您是想要留在北京了 找一个北方男人 所以来我们选择的 是 哇这个真的是 也不多见啊 就真的五十多岁退休以后了 一个人背井离乡 来到陌生的城市 谁都不认识 但就想扎根在这 这通常是二十多岁 我们想做的事啊 这个退休之后五六十岁 勇于挑战 重新开始这样的人不太多呢 但是我觉得我的新的年龄 就才三四十岁了 所以还可以闯一闯 就是 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有这么大 对生活还是充满了热情 对对 那您平常除了做做美食给邻居啊 还有什么其他兴趣爱好吗 在北京这日子都怎么过呀 很丰富的 很丰富 首先去游泳啊 走步啊 瑜伽啊 这些都可以去 美食的时候就去做做这些嘛 还有就去保健一下 按摩一下 没美容 这人心情多高 你长得漂亮 不心情高嘛 第二个关键词 说您立过两次三等功 看到您的工作也是在公安局啊 是 那也是有不少工作履历上的这个光辉的往事的啊 是 怎么立的功呢 我在公安局呢 是搞信访的嘛 就有一次我在很不起眼的一封信上 发现了他的现实 发现了他潜在的危险 什么电话什么都没有 就留了一个大概的地址 我当时看到比较敏锐嘛 比较敏感 就通过这个地址就找了这个受害者了嘛 找了受害者以后 他都不愿意说 最后通过细子给他做公众 他才把这个情况说出来 原来他 他的丈夫去给人家赌博 后面就是放水的 放水公司 就挨到他在 就故意借钱给他们的高利贷嘛 后来 一晚上借的是多少钱 我记不清楚了 反正没过几天就翻了好多倍好多倍 最后就叫他还他肯定还不起嘛 最后放高利贷那一帮人就找了他的爱人 找了他女儿上学的学校 就说要是你不还钱就把你一家弄死了 所以他就给我们写了这封信 说了这个情况 他当时不愿意说 最后给他细子做公众 他随便说出来 说出来我觉得这问题比较严重 如果是我工作做的不幸 也许这一家人真的就是要 找那个往那门来 那门自在来到 会有危险的 对 后来我给林涛反应了嘛 反应了通过林涛 就是上行政手段嘛 最后就按破了 破了以后 反正他们也电视台来采访啊 怎么怎么 就这个我累了 等于把背后这个 全都端了 对对对 全都抓起来了 那其实您去他家去调查的时候 其实也充满了危险 是 但是我是一个警察 这些非法分子 是 盯上您了呢 觉得是你在惹事 是吧 是 有这个危险 有这个危险 我也想到了 但是我是一个警察 我干了这个工作 我就从来就没有想到 个人的安危的问题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纪理一次三等功 他人的行为值得称赞 对吧 在一个他的工作 责任性比较强 那人家说这个信访上 其实不太容易立功的是吧 因为不像在一线啊 这个竞争行真的这些 是 是我们局长在表彰大会上都说的 我们德阳市公安局成立三十年了 是盘古王开天地 王小军是第一次来这个功 没有没有没有先例 还挺骄傲的 还有成就感吗 还有成就感 那还有一次三等功呢 还有一次三等功 也是一个 90岁一个老大爷 每天 他是农村的 每天吃完饭 他精神很好 都要去打麻将 结果去的路上 就被一个当地的那个 私人开工厂的一个老板 就刹车都没刹车 就把他撞了二十几米元 就撞死了 飞起来撞死了 撞死了以后 因为那个老板是当地的 很有财力的一个老板 就压人家这一家人 想到人家农民说不出话 最后这个事情 在当地都弄了一年多 弄了一年多 也没弄下来 最后就反应到 我们市里面来了 这个事情就弄凶了 受害者都抱起他爸爸的领牌 要上北京来告预状 那个时候已经上午11点半了 我才得到这个通知 叫我们领导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跟他说 我们领导在成都 在省里面开会 只有我一个人 要不然这个事情 我们就管不了 要不然你就交给我处理 他们当时他们都想到 他们都整了一年多 你怎么弄得下来 我说让我试试看 我花了二十分钟 到这个最后事情处理完了 差五分钟 十二点 我十一点半 接着他的这个案子 我拿了五分钟 来了解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我在处理这个问题 只花了二十分钟 最后就把这一家人 十三个人处理下来了 当时就陪伴 我们听你的 我们也不去北京了 我们就听从你的安排 就这样子处理了 最后我比较感动 我在想 都花了一年多时间 我又蛮有成就感的 你怎么做到二十分钟 就把他们的这种 内心的委屈和不平 就平息了呢 首先你要站到 受害者的角度 你不能高高在上 受害者他们都经过一年多的 那个苦已经吃得很多很多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细心 你不耐心 你不好好去听他的诉求 这个矛盾会激化的 所以他的职业 他肯定要搭爱 这块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也是 在支持我的工作 我就到我办公室 去拿钱 我说这样 为了感谢你们 支持我的工作 而且你们这么讲道理 我私人的西医 我私人出钱 请你们一家十三口吃个饭 吃个便饭 他们都不吃对吗 他们说谢谢我不吃 虽然不吃 但其实心里很感动 为什么不吃呢 你听嘛 他为什么他不吃呢 他说我吃了你们的饭 我们今天就会耽误时间 我们今天早上 已经把我们要擦秧子 就放到田杆上了 如果吃了你的饭 太阳大了 就会把这秧鸟塞死 我们就夏天 就住不了这个龙活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 也很不容易 老伪心真的很讲厉 其实就是您的这种耐心 对 共情 善良 打动这一家人 对 就按照您出的解决方案 去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 对对对 其实他们要的也就是一个 心里的平衡和这种慰藉 和同情人家的这个遭遇 所以又立了一次三等功 又立了一次 否则这事还指不定闹成多大呢 毕竟人命关天的事 是 所以您看着笑咪咪的挺温和的 其实处理事情起来 还是很果敢 很有能力的 一般 他的工作心比较强 为老百姓做主 伸张正义 对吧 所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其实一直都挺有成就感 和价值感的 是 我这辈子最幸福 最愉快的事 就是我干了一辈子 我喜欢的工作 您就喜欢这份工作 对 那可能这是两件 让您回忆起来 比较有分量的事情 因为立功了 但是这样大大小小的这种信访事件 您都不知道处理的多少 是吗 是 那每一年的什么优秀啊 还有就是家境啊 太多太多了 就是在前天 我们书记还在给我说来 要不然你回来工作嘛 我说虽然我上班的时候 我就认认真正的上班 我现在都这么多岁数了 还是留点时间和空间 让自己分分一下嘛 这以前也立过很多工 有很多荣誉证书 我们看看照片上 这是两枚三等工的勋章 是吗 那一枚是中成奖 是退休的时候 就是说你 公安系统的一个 公安部发的 公安部发的 真棒 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是 所以您看您这 前半生看起来 其实挺有成就感的 工作岗位上 一直做得很出色 光荣退休 还获得了嘉奖 退休之后 勇敢地开始新的生活 一个人闯荡大北京 就想留下来 来到了我们选择 是 那您这么阳光 这么有能力啊 但我看您的这个 第三个关键词 其实还是涉及了一段 不太愉快的 婚姻情感 是吧 你看他背叛了 自己的诺言 当年肯定是他 很热烈地追求您吧 您又是景花 对吧 漂亮 能干 这可不可以 怎么宠您呢 那会儿是 那会儿准备结婚的时候 那会儿他就问我 提条件 我就提 第一 这辈子 你不能有家暴 不能打我 我从小就是爸爸妈妈 这么爱我 我受不了挨打 第二 就是说 我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对不起家庭的事 你也不能打我 第三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不能背叛家庭 如果你背叛了 两个人的感情啊 我六十岁都会跟你结婚的 结果 那人才四十多岁那会儿 他就是 他就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嘛 但其实你结婚的时候 很多就想清楚了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婚姻 都跟他说了 是 我就把这三个条件 说了以后 他说 好好好 这三个条件答应你 好你提条件 我就很忙着 我说提了 就这三个条件 他牙齿都筋掉了的 你不提多少钱多少钱 我说 我们说的家园 没有说要给人家来方要钱 要什么来着 我说就三个条件 原来是这样的 那您当初就是嫁给他 看中他什么呀 看中他非常有差 很有秀的一个男士 是 结婚以后嘛 两个人不可能都去闯当事业嘛 就肯定要做一个选择嘛 但是我跟他比起来 我觉得他发展的空间比我大 因为他的专精更大一些 所以我就走下来 走到背后来支持他 我就管家庭这一块 他反正在事业上嘛 就慢慢生生生 随着他的地位一步步上去以后 可能头大就有点婚嘛 那些小姑娘 那些就碰他的人有点多 结果就被这些小姑娘就掺上了嘛 他承认了吗 他承不承认人家给我指的人 最后现在他们都在一起了 现在还在一起呢 都结婚了 我认开了他们就结婚了 我都觉得我有点丢人 因为他在工作上各方面都比较优秀 而且是坑江玫瑰形的 第三者要说比自己优秀 他觉得心里也能稍微的 稍微平衡一些 如果说不如自己 肯定心里的这块 肯定不太舒服 所以四十多岁时候就离婚了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事情发生在孩子都六年纪的时候 一号女士也挺有自己的性格的 也挺有人格魅力的 咱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号女士这个内心建设的比较好 我们常说如果你的内心足够强大的话 就是没有人能够左右你的幸福 其实第一次离异啊 其实对您的生活 对您的打击并不是有很大的 因为您自己的内心还是比较强的 您知道该做什么 该有哪些追求 我是觉得您不难找 您那是个事业上的女强人 很能干 不怕吃苦 您对工作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您这个获了两次三的功 为你点赞 谢谢 您这是值得骄傲的 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谢谢 同时您的婚姻很不幸 一般女强人 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 忽略了家庭 忽略了情感 可能忽略了另一半的感受 日久天长 你们沟通少交流少 你们的感情渐行渐远 它有外遇了 这对您是个打击 我也很同情您 我希望您再走进婚姻 您说喜欢大北京 对吧 我希望您找一个北京人 我们都知道 就是四川的女性都特别能干 这是给全国老百姓的一个 一个这种地狱的印象 但是当结婚之后 基本都会回归家庭 就这种回归家庭 不是说做全职太太 但是会很传统 很顾家 然后这种任劳任怨 然后把丈夫跟孩子都照顾得很好 就这个就更凸显了他们的能干 就是事业跟家庭 两手抓 很多这种北方的男性 都比较大男人 所以他更喜欢这种比较温顺 然后在家里很传统的这种女性 所以其实这种搭配是非常和谐的 那我觉得您刚才说 特别喜欢北京 喜欢北京那些建筑物 我听了您举的这些例子 其实都是非常有历史底蕴 甚至是皇家园林 还有这种皇家的起居场所 虽然您一直说不出来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同时也反映了您的内心 这您是一个比较大气的人 这个从您外在的这种说话呀 包括您的这种形象 都能让我们感受到 就是您如果不说话 没有口音的话 也挺像我们北方女性的 就这种涨价包括这种气质 也都是很大气很干练的 所以我觉得您在想在北京找一个男士 是很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或者说比较简单 谢谢 那接下来要上场这位先生呢 可能年龄上稍大了一点 但咱也认识认识了解了解 一位北京先生啊 看看他是怎样的情况 好吗 来 让我们有请一号男嘉宾 有请 来 让我们有请一号男嘉宾 有请 有请一号男嘉宾李曾瑞先生 你好先生 这是我们选择老朋友 来来来 请坐这边 两位交换一下位置 来 女士坐这边 你好呀 李先生 一号男嘉宾李曾瑞 72岁 北京人 先丧偶后离异 社会退休 有一阵没见了是吧 您这样不过打招呼我怎么来呀 这不就请您来了吗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呀 头年11月份 头年11月份 这大半年没见了 大半年了 看您这个状态不错 吃饱了 年费也不错 那您怎么又来了呀 这不是有什么呢 看中一个吗 您这来得真够快的 您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肯定是北京那个老爷们性格吧 属于非常凶险的 那我们一号先生和一号女士 她们之间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两位的 更想动力环节 请看 我们来看一下子女情况 女士是一个女儿 支持您 也放心您在北京找另一半 先生呢 一个儿子 俩闺女 大孩子呢 都知道您来选择是吧 都支持 对 来健康情况 女士的健康情况 非常好 非常好 爱运动 您呢先生 我就学压陪你 吃药吗 吃药 每天都吃 对 爱运动呢 天体合适就运动 天体不合适就不运动 你看冬天冷就不出去 夏天热也不出去 夏天热也不出去 而这您这一年 这半年都得在家待着 也不找女朋友 也不能锻炼 这热天上哪是 这要是看公交桌 还不够 那在外边的公共场合着 也能 热 运动吗 热 您留着商场 转圈 它也是运动 它也是转圈 没伴 这合着没伴也不能运动 对 运动不能没伴 没伴不能运动 收入情况 女士 不到一万 女士被修收入 还很高的 先生您的收入情况呢 我四千五 四千五 那像女士这么高的收入 您会不会有点压力 太有压力 真的 但女士在北京没房 您有房对吧 我有房 在哪啊 昌平三个地铁站 那挺方便的 女士您知道昌平吗 我觉得反正离北京 沌平比较远一点 也还行 它有地铁 是吧 你要插几个地铁图 就是沙克地铁站就是 也挺方便的 我记得好像您 这住的这个宅子 也挺大的是吧 反处是加价住的楼房 现在 几层楼呀 都会出租 几层楼呀 现在盖就去个两层楼 往上不上盖了 反处还有十八个 两层楼您是 多少房子呀 多少房间 抛着擀不住 还剩十一间呢 十一间都租出去了 对 您反正老反正 那光这租金就不错 那您还有什么压力呀 我不要 您不要 我不要 那给谁了 我儿子和媳妇养 我跟他说了 我家那天想干嘛使 我这夜 找老伴呢 找老伴呢 我这四千我就给我花了 听那老伴说 咱这个多花点油啊 吃好喝好 没钱跟他仗子 他也得给 真给吗 都钱都进人兜里了 还能要过来吗 我头子的 我的发展这 都是我的 明天都是我的 明天都是我的 我就多问一下 看经济上 有没有负担和压力 这么一听没有 那咱就放心了 住房刚才也说了 挺大 女士呢 就是在北京租房子 但是在成都和 德杨都有自己的房子 是吧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 我家说 我的房子不大 我都就住一间 那谁都不就住一间 一张床 他睡不了八张床 都会出租 都会挣钱 不都是 那您将来有的老伴呢 那也就这一间呢 儿子也住在这栋楼里吗 都在这栋楼里 那就是一大家子 对 那吃啊喝啊 都在一块吗 谁在管 我两个饭 他三个饭 就各吃各的 对 那这样的这种居住环境 您知道吗 就是一栋楼 都是自己家的 自己盖的 然后可能一家人 都住在这 但是彼此也相对独立 这样的生活环境 您接受吗 我没有感受过 没有感受过 我那楼巴就跟那姑娘 那办公楼一样 这边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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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你们办公室一样 走会出 走会出楼 一溜两边楼房间 想一下 画面敢有了 她家都哪敢 走会出楼楼 接下来是一些 我们彼此如果 对对方有兴趣 继续深入了解的问题 女士有什么 想问先生的吗 没有什么问的 先生有什么 想问女士的吗 他收太高 我收太低 您这是找借口 不是不是 就是有压力 那我二十块钱 一个月 我还四千五 你看要不一比较 就看出这个 有文化 你看头有四川的人 人不说 一笑 谢谢 女士也没有什么 想问的 看来对先生 也没有太找到感觉 是吗 谢谢 谢谢了 谢谢就是婉拒 是吧 他想要的 不是这种生活状 那要女士休息一下 好的 走了 女士 您不留了吗 咱也走 咱别留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这个先生 肯定还是差异比较大 首先岁数太大 第二个子 我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 咱们跟他的生活背景环境都不同 我想找一个文化层次 不说他有文凭有多高 文凭不算什么 现在文凭到处都是 就是说他的文化底应应该有一些 就是修养了 有一定的文化 看看我们一号先生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他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我家的院子一年能租15万 我跟两任媳妇感情都很好 我来选择带你回家 哎呦 您这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漏肤啊 我一样就四千五分 您这房租就这么高呢 房租只有一个一百多万的那有 有十八能带电梯的 就我干这年 就是一个两层了 把我给回来 就看来还觉得有点亏了 不会 说起楼房的 我刚改完 头那改完 对人大批起楼房 我刚把改完 对人也拆 我舍不得拆 就是 我认为尤其到我们这个年龄段 只要生活有保障 是吧 自由稳定的收入 就在经济上面 就是钱的上面 够花够吃 勾用就可以了 知足常乐 已经算好了 是吧 就只勾用一成 我家住了松南部 这房子已经在了四年了 这一整栋都是人家是吧 对 年多年把十五万吧 哦 现在出租着呢 对 那您带我们进去看看 行 这里没了 黑啊 黑啊 一站着就登着了 这个就 十五万 这现在都出了过来呢 对 这顶下是七千 哦 这顶下是七千 对 那您是住在楼上 楼上 那在楼上 在楼上就 楼上 您说隔壁 那是比您高啊 对 他头哪儿带去 我这儿哪儿带去 那您这房子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三十多万 三百多厘米 嗯 这边太阳也有些 这么箱子 哦 结果 这个能管理方便一点 不用管理 这前面就这么楼大 这么多 下班他住 您儿子也在这儿住 儿子这间 那个不在吗 他都上班的 没下班的 哦 他没上班平时 对 儿子从我这屋 我村子屋全通着 等于这个门就 从楼道那边也能进了 对 你看我还要玩去呢 把这门一销 我再绕过去 把大门一锁 哦 就是也有独立的空间 对 然后如果门打开呢 这就一个整体的 就像一个三居一样 对 这是您这个住房收入的情况啊 这个第二关键是说 跟两任媳妇都挺好的 对 都挺好 那先讲讲第一段吧 这段是得了肠癌 是是的 我刺了六年呢 嗯 所以这六年照顾应该挺辛苦的 是吗 那怎么辛苦 大人家人老得什么 还得放学孩子次 当时孩子还小呢 什么孩子 都年初男 那您是又得照顾三个孩子 又得照顾老伴 看这尝尝整个堵塞了呗 都下手也扣 这拉不来是我儿子 都下手也扣 手上膜 一的也扣 拉中都是写羊灯袋 就是照顾老伴这六年 您等于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就得全心全意照顾他 对 比较实在吧 看着他 是吧 老实 他死的时候都不知道 等醒来醒来 这磨都凉了 在家里边去尸的吗 嗯 你也说了 就挺平静 说你保守治疗 嗯 所以你真要说动手术的话呀 风险 甚至连手术台都下不了 对对对 他那年代不一样 死了将近二十多年了 嗯 那年代就是 医学也不成那不是还 嗯 那您是第二任媳妇呢 年轻的 明明年纪小吧 只有小事啊 嗯 那小不少呢 他是离婚的 他这个孩子 两个人在跟他这个 丈夫在这儿过 他那儿子要对小孩子去 一开始说 哪个鬼呢 刀子是什么 我心里明白 我就不理这张 不然他憋不住了 他说出来了 这样不就离婚了 啊 这为什么离婚啊 他给那儿的小孩子去了 那你们就一起度过这个需要照顾第三代的这个时光不就好了吗 您包容一点 他来来和回跑 人家十天就让他回去一趟 十天就回 让他回去一趟 他这儿子还得送征德去 再送征德再接回来 嗯 不那就十天回去一趟您就不能接受吗 不是 一开始啊 他说啊 哎 没礼拜五 回来礼拜二走 嗯 末儿他儿子挣钱少 末儿包上场一单位 一餐位 没有休息了都 先让儿子上班 那您有想过说跟他一起去呗 反正孩子小照顾这么两年呗 不行 我这孙子没有 早就上厂门学习 那么他爸就了 这您还得管您孙子 我得接 我得送他再接 再接回来 嗯 就您也不能离开昌平 他也离不开这个孙子 他这个儿子就是给他妈跪上 给小孩子去 我那家就退吧 哎呦 那这挺遗憾的呀 其实不就是几年的时间 这孙子一转眼就长大了呀 你们还可以相互是个伴啊 这个都不得 早几年了 好几年了都 啊 所以还是感情也没那么深吧 接触四年半 其实有时候可能等一等啊 或者是怎么再协调一下 也就度过这段比较难的时刻 没法协调 没法接受 没法协调了 这个事情他我认为做的也对着呢嘛 对方那个去看孙子 不能和他再团聚 他随着年龄增长 是吧 也需要人陪伴嘛 两个人就是老了就是老了一半 老了一半要互相陪伴 这个他做不到 那他要提出分手式 我觉得很正常 画面思考呢就是都这年龄段了 陪伴还是主要的 就希望找一个能和您踏踏实在昌平生活的 是一样好的 这一场成价的 嗯 所以您说您来选择带你回家是已经看中了一个他 是吧 对 谁啊 青瘦青 在县额住 他那陕西的 陕西人在北京生活 在县额 您看中他的是什么 我找他他挺老实的 老实 对 过日子的人 对 还有呢 那这戏了解 他多大呀 63吧 就差不多10岁 对吧 您72 嗯 长得咱 我看上了就是 是哪种类型的 是女强人还是温柔那种类型 我看是温柔型的 温柔 对 您喜欢那种小女人型了 对 咱们赶紧把这位女士请上来吧 好吗 来让我们有请金女士 来让我们掌上有请金兽青女士 有请 你好 主持人好 哇 这打扮好运动 好休闲啊 欢迎您来请坐这边 这果真像先生说的爱运动 二号女嘉宾 金兽青 63岁 陕西人 李毅 铁路系统退休 先生 和您在电视上看到那位女士 心目中的那个样子一样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您对先生刚才上场的表现啊 讲述啊 有什么印象吗 这位大哥反正我觉得是个实在人 就是也是给一个感觉挺稳重 老实 就是也是过日的人吧 他对您评价说您是很温柔的 很实在的 特适合过日子 我就是特别实在 就上次我对我的表现啊 我看了一下回放 就是说话太直白了 我回去以后我女儿都说我 我说我没办法 我说我就是有性格啊 就是有啥说啥 先生有这种感觉吗 太直白 太直了 北京人都好说直话 既然你是说到这块了 咱也看看这个上期节目的回顾吧 来一起来看一下 那怎么着 这肯定不行是吗 不行 我觉得他也不适合我 他要求找五十岁的 五十岁左右的 据我觉得五十多岁的这个 可能他这个年龄段 他已经快七十了嘛 据我了解这个女士当中可能 五十多岁的女士想找什么样的 正好您也给我们普及普及的 一般也就是 一般我认为我交往的朋友当中 他们就觉得就是大成几岁 也就是十岁之内 他还不喜欢特别大 是吧 然后其他条件呢 其他条件呢 看他本人的经济条件 如果他经济条件好的话 女方要求这男方可能年龄大点了 无所谓 但是条件像他的条件一般 可能也就是不是特别好找吧 反正我不是给他喝冷水 要找小二十来岁的 五十左右的不是特别难 所以说也不适合我 你看确实就是快言快语很直 太直白了 所以其实先生也比您大不少呢 您觉得这个年龄差能接受吗 这位大哥各方面不错 但是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不适合我吧 您可真是直白 这还都没聊呢 您觉得就不适合吗 真的我觉得人挺好 但是不适合我 怎么不适合了 我认为是不适合我 我是快言快语有啥说法 您说的哪点不适合 他家的条件是他有伤害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子女比较多 我怕我驾驭不了 我这人比较简单 像有些复杂的 我真是驾驭不了 因为运动员的性格 比较大不咧咧 就是像比较复杂的 我还是驾驭不了 我觉得我认为是不适合我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有啥说法是吧 也别当我这位大哥 有何色人想 也可以再选择吗 我觉得北京 那个大老爷们应该属于 就是挺好面的吧 就说出于礼貌 你最基本的 应该给他一点面子吧 虽然有点尴尬 但是呢 别那么太直白了 有点伤男人的子孙那块 我觉得 得 这一上来还没有 我非常感谢 真的 我也挺激动的 这有点尴尬 我觉得老师们怎么办呀 这一上来女士就快言快言 说不适合 我也是觉得这个 家庭关系啊 这种关系有点复杂 女士不喜欢先生那样的生活 大家都生活在一起 然后呢 孩子也多 家庭关系也复杂 再对您内心来讲 觉得到那儿呢 就是一个弱势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子女都在身边 这种生活 是他驾驭不了的 如果两个人单独过日子 是吧 两个人各过各的 旁边没有那么多子女 这种还内心 有点底气来相处 对 其实刚才女士 一上来的时候啊 我还觉着就是 您跟叔叔挺有匹配度的 因为李叔叔来过 选择很多回 我们觉得都特别的了解 我不知道您理想中的 择偶的目标 这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首先我觉得就是 您这个年龄段 这个择偶的范围 可能就是像叔叔 这个年龄段左右 可能最小的也得是 六十七八岁 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了 但是七十二岁 如果是以叔叔 这样的这种精神状态 我觉得年龄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谓的生活状态呢 其实也是您现在的一种 脑海里出现的一个蓝图 对吧 没有真的走入到 这个人的生活当中 那我觉得您拒绝的 会相对有一点快 那这个快是说 即使两个人最开始有好感 光谈恋爱到结婚这一步 可能也要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相处的过程中 可能更要看重的是 对方的性格 这如果一个男士 性格好的话 他是可以平衡 自己的家庭和 自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 可能即使他截然一身 他只是自己居住 没有孩子 但是他如果性格不好的话 可能您跟这样的人 相处起来也不能白头到了 你有孩子算什么 有孩子还有依靠呢 你以为呢 你就一个孩子 你有点什么事 他一人他发孤 确实女士在择偶上 是有自己比较坚持的要求的 我们在这个第一个环节里 其实就能看得到 这样吧 先生咱也一起来看看 女士的更想懂你的环节 更多的了解一下他 来我们去看看 女士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来 请看 我们先跳过看第三个关键词 叫我的择偶要求 很简单 咱来一一对应一下 究竟女士择偶是什么样的要求 先生可能您就更了解他了 好吧 来看看第一个说 说到做到 不能光耍嘴皮子 对 您不太喜欢这种嘴甜 但不做事的人 是 因为我的第一次婚姻 就是因为这个上当受骗 所以说导致我的婚姻失败 不了解对方 就是说相信对方 他要说好去 他特别相信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那先生您是哪种类型的 您是 我是特别温柔型的 您是那种嘴特甜 特爱说好的 但做却另一套的人吗 说再好不管事 还是做 还得看行动 来看看第二点 你看第二点人就说 家庭关系要简单一些的 子女要好相处 您这一大家子 就像李老师说的 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这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没矛盾吗 就儿子在这楼上住 闺女的钱都住 没来法住 闺女没来这楼里住 闺女大有房子 但您其实一上来就说 什么房租都给儿子 然后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里 那人也不怕 你生活呀 人家乐意呀 人家和人儿媳妇都乐意 是您儿子儿媳妇乐意 得看将来另一半 人家乐不乐意呀 大家那就很大了 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有点自杀吧 家庭 因为我这些比较简单 有些事情我就是处理不了 在这遇见一个男士 在那边有点主见 得了我 我更不行 那您觉得他有主见吗 我还不了解 所以吗 就像那个 我不了解他 这个张老师说的 您都不了解 您就直接就拒绝了 但是我从外表看 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有主见 所以他孩子说的算 比如说孩子说一个问题 说的对他可能自己也不能坚持 对吧 男人一定要有主见 说的对他肯定不能坚持 不管还是说的对还是错 他可能都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有点太批面了吧 估计跟他那性格上挺执着的这块有关系可能 那您第三关键词说年龄不能比您小 那大呢 比您大多少 他的年龄多少我可以接受 十岁之内都可以 年龄小的是不可以接受 要我固定收入生活有一定保障 对 那这点先生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好兴趣爱好相同喜欢运动 这先生说来爱运动 他喜欢你也是因为您爱运动 那最后一点说交往时间要长一点 至少两年才能领证 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随缘吧这就是 原本大都好办 原本不大可不行 这先生人家一说人家属于那种好脾气 随和就是怎么都行 所以从这些您的所有要求来看 我觉得除了家庭关系稍微复杂一点 其他的都符合您的要求 你这上人家一想 你就看就行了 就不复杂 对了 这东西 平安就想象不成是不是 先生说这点有道理 您别自己想象 有些人看似不和子女住在一起 不代表关系不复杂 有些人你看着住在一块 说并简简单单清清爽爽 就不好说 不能靠想象 这个我同意您说的 我觉得应该是 求大同 陈小义吧应该 都这年龄多二了 我觉得性格还非常关键的 全面了解 完了互相磨合 没准 性格上合适呢 选择与不选择 真的是要靠您自己内心去衡量的 有时候别人说再多 您如果听不进去 那就跟没说一样 所以这个选择权还是在您手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更多的去听听您其他的故事 那您是希望 对面这位先生 奔您而来的先生 留下来跟您再交流交流呢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 听过老师的建议之后 您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呢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吧 谢谢您 好吧 特老说 那家庭都不 瞧这人呢 你就是什么呀 你想人家一瞧 去几趟你就知道了 和睦不和睦了 是不是 自己坚持的东西就一般不会改变 也好 也是一种个性啊 希望您这次坚持不是错过 不过估计您这个个性 即便错过了 也不会后悔 行 坚持您的内心 咱来更多了解一下我们二号女士啊 来看看她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我一直觉得我四十多岁 她就是嘴甜 我的择偶要求很简单 怎么就觉得自己一直四十多岁呢 反光我的心态吧 一直都 我觉得虽然是六十岁的年龄 但是我总觉得我四十多岁 心态很年轻 你老脚说你刚四十七岁 实际上那不是那回事 一走身体 甭管男的女 这女身体不乱 我身体也不乱 人家比她乱 男同志或女同志 如果是像我们小区的 如果是人家在一块聊聊天了 或者一块单独吃吃饭了 像我这个年龄 多少老头老太太 就认为人家不是正常关系 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 我说男女之间肯定是有 就是纯洁的友情嘛 这很正常 由于当今的社会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我心态非常年轻 我能理解年轻人 在我的时装上 我喜欢休闲 T恤之类的 就是阳光一些 穿衣服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 有时候人就是一个 活着个精神气 您觉得自己特年轻 他就真的年轻 您觉得自己 哎呀不行 我老了这儿疼那儿疼呢 他还真的就这儿疼那儿疼了 是吧 反正我就是说 哪个地方有点疼 我也不管他 就该干嘛干嘛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 大家看看说 他就是嘴甜 就是前夫是吗 对 他以前就是说 同学嘛 就是那时候追我 就是说得特别好 多喜欢你 多爱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是可相信他 最后就是他赌钱嘛 最后赌钱就赌的是 到开工资那天 就是他欠人赞 人家去借人钱的人 就去到小组去领他工资 工资也拿不回来 完了就这种情况 再一个就是当时 我父亲是搞承包的 有时候给我给点钱 我就帮他还了些赌债 就想让他好了就行了 改正就行了 就这种生活状态 后来我们就 我就没法过了 就离了 后来我跟孩子就出来了 到西安带孩子 读高中 完了最后读大学 我就陪读了 就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再找一半 就是安稳稳过后半生就好了 对 我现在也是有点 有点害怕 因为像我这人 就是比较简单 人一说啥 相信一散婚 哎呀 再变了这婚姻更那个什么 所以您这个择偶要求 列了一大串 就是怕看不清这个人 对 简简单单的 所以说专家也在了 我也想希望专家 给我指点指导意见 怎么能看清楚一个人 不要主要看他对您怎么样 因为在热恋当中啊 这个判断啊 包括荷尔蒙一上来 这些都有可能不对 要看他怎么对待他的家人 他平时跟陌生人是什么样的 他对待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 这样才能综合地判断出 这样一个人 是不是值得和您走在一起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好 谢谢 一个男士 对您是不是真心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希望 这个判断是说 这个人真心地喜欢您 还是真心地对您好 还是真心地想跟您过日子 您更倾向于哪一个 我是更倾向第二种吧 真心地对您好 因为我在这方面太缺少了 这一生 如果您是想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真心地对您好 这一点我就还相对放心一点 我特别怕是您刚才选的是第一个 是不是真心地喜欢您 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 其实选择的最大的是 他的优点是什么 是善良 这个善良就是刚才梁老师所说的 就是要看他对周围的人或事 是不是也足够善良 因为我们会发现两个人 即使一开始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慢慢会变成一种亲情 一种责任 但是当只有一个人 是真正善良的时候 在面对重大的事情 他才会有责任 有道德感 包括他能够照顾您 尤其是在中老年走我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多 更看重的是说 这个人能不能在我重病的时候 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帮助我跟照顾我 所以更多的就是要选择善良 好 谢谢咱家 老师说完 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小心要善良对方 这个主要的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二号先生了 一起来认识一下 好吧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有请 你好 先生 这也是一身运动装 来 请坐这边 请坐这边 二号男嘉宾张学平 66岁 北京人 丧偶 社会退休 张先生对我们 二号你是什么印象 直来直去的 挺好的 这是优点吗 是优点 工作的人都是说话简单好 您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自我评价 我也就是一个老女人 说话也是没什么方式 也比较简单 直接 对 那有缘千里来 相会无缘对面守年签 厂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能擦出火花呢 我们一起进入 更想动力环节 请看 女士是一个女儿是吧 对 支持您来选择 支持 今天她没送您来吗 她因为她回婆婆家了 婆婆家三中的 放假 所以您就自己来了 先生呢 我有两儿子 一闺女 啥孩子 那跟刚才情况一样 生活在一起吗 没有 您自己耽过 对 耽过 他们都有个子 个子的女孩 那您需要就是帮他们看孩子 或者是 不用 很简单 多子女 那这种多子女的家庭 但是都各自独立 您觉得这个复杂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简单些吧 不在一块 对 三个孩子都支持您 再往前走一步吗 他不管 我这儿有人照顾了 他们就少分点心 也还是操心您的事的 好 健康情况 健康没问题吧 先生的健康情况呢 我也没事 也爱运动吧 我看您这一身运动装的打发 就没事爬个山 好 来看看这个收入情况 女士 我退休三千四 三千多 先生呢 我们也就三千多 住房 住房 我陕西里面有一套房 我在县房里面买了两套 先生呢 这本独立住房 这位男嘉宾应该是属于本分 他是会过日子的男人 好 接下来我们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可以互相提问 女士如果对二号先生有好感的话可以提提问题 有什么想问的吗 最拿走的菜是什么菜 我做饭不行 差不多 我做的就是我吃的好吃 别吃的不好吃 您很在意另外一半会不会做饭吗 我觉得反正会更好吗 不会也无所谓 反正我会做 看来您还挺想了解二号先生的 有点好感 还可以吧 了解了解呗 先生有什么问题想问女士吗 你对于找另一半 你有什么条件吗 刚才立了那么多了 您还没看到呀 您刚才看到了吗 我没注意 我的天 专门拿出来一长串 来 给我们放一下女士的走友要求 先生赶紧现在好好看一看 第一 说到做到 不能光耍嘴皮子 家庭关系要简单一些 子女要好相处 年龄不能比我小 要有固定收入 生活有一定保障 兴趣爱好相同 喜爱运动 交往时间长一点 最少两年才能领证 您觉得您都符合这些要求吗 不符合 哪点不符合呀 因为地域 外地 我都不想 那不是你不符合人家的走友要求 是人家不符合您的走友要求是吗 所以您是希望找本地人 对 我这外地也没事 就是这样 心眼好 真心想成家 都是不稳 都没事 我在想北京这么大 他肯定还是有那种不限制地域的嘛 您在意的是他从小和他成长的环境 还是在意他的住房问题呀 住房问题倒不回 就是说这个因为地域啊 不同啊 就生活习惯啊 有时候爬着我来一块儿 那我还是下去吧 行吧 下去 好吧 下去下去下去 来 谢谢您啊 第二位这个 我说可以了解一下呢 因为他的孩子 虽然他也是三个孩子 他的孩子不在一块儿 都是离得远克斯哥 这样的情况就好说一些 所以说我今天来了专家的时候 我说了解了解吧 就了解一下 但是他说他要找本地的 北京的 外地不找 不是 先生 这我得跟您说到说到 那北方人生活习惯不都差不太多吗 那外地的也差事 得 咱这二号先生 也是个就特坚持的 我也不跟你解释 我也不辩驳 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就这么定了 也挺有性格的这个先生啊 跟我们二号女士一样 他也是坚持 我就是不找家庭关系复杂的 我处理不了 您是 您就不找外地的 您觉得不合适 是吧 行吧 行吧 咱也尊重您的这个想法 这个岁数了 你要叫他 把他的几十年的这个想法 根深蒂固的想法 纠正过来很难了 咱先更多了解一下 我们二号先生 来一起看一下二号先生 有什么样的故事 什么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他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我跟他没成 单身十年 没机会认识女士 我当了一年多的志愿者 上次来过一回 当时牵手了是吧 牵手了 二号师傅怎么样 人也给您信心了吧 看看咱们 谢花 来吧 三号 欣赏您这样的工作 为了咱们进一步了解 可以接花吗 可以吗 咱们先花我接过来 咱们先互相慢慢的了解 好吧 好 我太大了 谢谢 来来来来 牵手牵手牵手来 那怎么就没成呢 那女士也挺优秀的 倒是六十多了 还现在还在后勤干活呢 佩服她的这种勤劳 对 愿意去努力的这种劲头的 后来她觉得地有点远 她是哪里人啊 她是风台的吧 可是 风台离门头沟不算远吧 人家一说 可能人家条件也比较好 就是 只说她觉得你条件 可能不逼她 所以就 主要就是生活问题 谁花谁的都无所谓的事 但是 但人家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您看 她退休这个年龄了 还努力工作 还要反聘区赚钱 还这么勤奋 说明她对生活要求本来就高 她心气就高呀 对不对 对 您喜欢的不就是她这种 心气高的状态吗 你行 人家不喜欢你 咱俩就行 所以最后没成 没成 我觉得 那位女士 原来应该有点实力吧 可能三观上 经济上 各方面 绝不合适 婉言细诀 就找一借口 第二关键词说 您单身十年 没机会认识女士 之前是有过一段婚姻的 生活了三十多年 就一直还挺顺利的 对 是个好老伴 是好老伴 这个过日子挺细致 虽然杀孩子 但我们的孩子都 都规则挺好 就很和睦的一家人 后来是妻子生病了是吗 后来就是 她的人就是 活着比较细 细个儿有病 不咋当回事 她本来她有糖尿病 在这边买点人 味儿点酸瓜 这边在这边看 那臭 后来臭了几年 后来就是说这个病发症 一宿就去世了 当时什么情况 它属于就是 重体中毒是这么的 那您没带她去看看吗 都知道得糖尿病这么多年 应该是正确的用药啊 也有点耽误 也没闷着说这么严重 你也没想着那么严重 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 糖尿病 一下就病发症来了 就过世了 因为现在糖尿病 虽然说也是很严重的疾病 但是大家都能正确对待 坚持用药 其实还是可以保证生活质量 所以还是有些疏忽了 当时要是抓紧看 那厂大医院 也就没事了 哪年走的呀 爱人 第二年吧 也走了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所以这十年 您就一直也没机会 认识女士吗 后来等她去之后 就上外面厂 咱们外地了 就一直忙忙碌碌的 打工赚钱 对 厂这个也没有女士 后来这房下来了 我就回来了 拆迁了房子 拆迁是不是也分的拆迁款啊 分了点 也有房 也有房 就是不太会发愁 经济上了 经济没问题 所以才想该找一个了 对 我看您最后一关键词 说还当了一年多的志愿者 对 这依照疫情 疫情一直到五月份 出 您在当志愿者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凡是班都愿意上 人也多 也不笨呢 尤其就是夜了这个 三点至六点 这一般的熬腾 不愿意上 连我也就是上这个 我就没什么事 您上的是夜班啊 夜班 三点到六点 那不是夜里睡得最好的时候 那比较熬人 您这上了年纪 还熬夜 身体吃得消吗 倒没事 习惯了就好了 但也挺孤独的吧 还行嘛 还行 什么时候决定 咱得走出来找一个伴 这以后 这就是一天比人大 你万一以后 有个童童老师 跟家里有人 互相帮着你 我对叔叔印象挺深的 因为您上次来的时候 您刚才也说了 是喜欢的那个刘阿姨 刚才有通过 您跟二号女士的 这么一个简短的交流 我会在您择偶的方面 会稍微有点担心了 我觉得您可能 自己本身的条件 和您的择偶要求 有一听的偏差 这个偏差是什么呢 您看您之前选的 刘阿姨是北京人 性格特别开朗 就跟您年龄相仿 但是在这个年龄段 有阿姨那种精气神 那种外形 就已经是 很好这种状态 所以就是说 您追求的是这种 生活状态比您好的人 但您看刚才的二号阿姨 很直接的就拒绝了 喜欢她的这个一号叔叔 但是她却没有马上离场 二号阿姨对您 是不反感的 有一点的好感 但是您又因为地狱的问题 直接了当的 把她给拒绝了 我不反对 您对地狱有要求 但是我觉得 您可能要更主动一些 就是您不能说 指着一个女士来喜欢您 融入您的生活 可能有一点难 就凭她这个 择偶这个条件 必须北京的 我就觉得她挺倔强一个人 你不一定飞到北京的 哪个地方都有好的呢 是吧 好吧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 三号女士了 她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士 一起见一见 好吧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 三号女士了 她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士 一起见一见 来 有请三号女嘉宾 欢迎三号女嘉宾 王霞女士 哇 您好丑啊 女士 来请坐右边 来 先生请坐那边 您这穿着破洞裤子 三号女嘉宾 王霞 58岁 北京人 李懿 医院后勤退休 哎呦 这都是那个 什么90后 00后小姑娘穿的 我们这最年轻的金融老师 现在都不穿这种破洞 心态吧 心态好 心态好 哎呦 您看这小T恤 也是花的 中间还两道 是吧 够潮的吧 李洋老师 真是特有发 看着 还戴鸭舌帽 先生您怎么评价 您怎么都不看人家呀 看着 您您您评价一下 女士这身打扮 挺时髦的 精神 精神时髦 好看吗 好看 现在都是那小姑娘 这这这 来姐家口子这个 是不是 她58 还戴口子 看口子 王女婿 对我们二号先生 什么样的印象 挺好的 看着 对她那个 妻子以前的 黄妻都挺好的 而且也是 挺踏实 但有本分 但现在是那种 不善言辞的人 您嘛 我觉得您一上来 就还是挺 开朗外向的人 是吗 是 如果在一起 有可能性格是互补 是吧 先生 您不是特爱说 女士又特别的外向 有可能是互补 我觉得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互补也能 将来照顾对方的 情地各方面 我觉得挺好的 你看这三号女士 和您先生 包括二号女士 就不一样 人家不是个条条框框 就是 只要我们有缘分 不拒绝任何一种形式 再慢慢磨合 慢慢感受 时间才能证明一切 你一上来说 合适不合适 就有点仓促 是吧 什么本地的外地的 什么这个家庭关系 到底是怎样 您不通过 慢慢地了解和接触 其实很难 去下一个特别准确的结论 不能以地域去衡量 合适不合适 对吧 要和他相处 先生 我们更多了解一下女士吧 可以 那我们三号女士 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呢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特别的爱好 冷战十四年 谁也没服务谁 我想找个饮食生活习惯 都相同的 特别的爱好 什么爱好呀 可能跟我的 原生家庭有关系 我爷爷那边的 还有父亲那边的 特别的宠家吧 可能是 负责他们的购物这块 购物还是 您的特别的爱好 是购物 购物 喜欢买什么呢 就是一切吧 从最基本的 咱们吃的食盐开始 是很严苛吗 要求比较高吗 对 比如说咱们的 日常中的食材 就是酱油这块 我会看配料表 配料表 酱油我还真没怎么 太严度过配料 那什么样的配方 就入你眼了 可以买的 比如说 很大 很盐 多少多少克 偏高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去买 但我不分价格 价格哪怕稍微贵点 我觉得 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我会选择的 那您在买东西的时候 也会看配料表吗 要看嘛 比如说 就是这个 好多酱油 天哪的配料表 根本就没有好 那这个很关键 第一次用一件东西之前 得了解它 对 得符合您的生活习惯 和这个高要求 那您买菜呢 就是会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吗 买菜 我肯定不买第三菜 肯定去各大超市 什么那样的 就不去那种 什么小吉毛市场 或路边的都不会买 不会的 什么堆菜 不会的 比如说超市 都是有那种的 保鲜的一个捆着的一盒 我会到那去选择的 比较新鲜 我每次买 要看大品牌的厂家出的 小超市 小店 我也从来不买 先生您觉得 女士的这个生活习惯 特别吗 细致 跟咱们不一样 咱们是粗糙的 人家太细致 那您觉得能合拍吗 不合拍 不合拍 那您这买菜 都跟哪买啊 我买菜就是超市 那不是也是超市吗 超市 但是没什么细致 没人像人家 这么吵着 差不多就得了 其实要两个人过日子 就更细的那个人 去买就好了呗 您说呢 好多男士 就是现在粗心的 一般不看 但是像粗重 养殖的男士 人家也看 就是人家买东西 咱们没那细心 女的都这样 男的就是 那就是 还是能接受的是吧 嗯 咱得确定啊 真能接受吧 可以 那女士呢 就是可能男士 很多人做不到您 这个要求 那就把这重任交给您 您觉得这样会有矛盾吗 没有啊 因为从小 在我的原生家庭 我就负责采购这块 嗯 您老说 这个原生家庭 是从爷爷份 是不是家庭条件比较好啊 对 那年代的人 肯定 女的都当主妇 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的姥姥 跟我奶奶 他们都对我工作 都是知识分子吗 这样也不算 就是一般的技术人员吧 嗯 但那个年代 居心里有工作 嗯 就已经很先进的了 对 而且双方挣钱 肯定比一儿 挣钱 养家比较 所以我家庭这块 稍微比一般人 稍微条件好一些吧 就从小吃什么 穿什么用什么 还都比较自由 对 父母是不是条件也不错 父母 他们现在 退休费一万多 像我父亲 就是原来是 企业上班 他是领导 最近主任了 我母亲这个筷子 我的婚姻 可能跟我有关系 比如原生家庭 跟我前夫这块 是稍微有点差距 这块 所以说冷战14年 谁也没服谁 嗯 就是婚姻过的 也不是很愉快 对 家庭的成长 环境啊 还有生活方式 饮食差距太大 他是北方人 我是南方人 嗯 您不是北京人吗 不是 您不是在北京长大的 因为我一岁来的北京 那不就是北京人吗 就是说 生活习惯这块 还是我父母这块 影响比较大 父母是哪里人 我父母是 祖籍整个 就是他们安徽的人 哦 所以等于 父母的生活习惯 还保持着南方的习惯 您的习惯也是 隔着他们的 对 虽然我一岁来北京 但是这么多年 北京的饮食方面 我还是不适应 哦 那您是什么口味呢 我还是偏清淡 嗯 就淮阳菜比较适合我 那前夫就是老北京 吃不到一块 吃不到 我们比如说 他喜欢吃面吃 我喜欢吃米饭 炒菜 比如他吃那些 北京老北京炸铁面 我不吃 生蒜就累 我们都不吃 嗯 我生蒜我们只是 拿来拿去呛锅 那你们要吃不到一块 怎么办呢 他做他的 我做我的 啊 就是说感觉到 这个没有那种家的感觉 谁也不让着谁 完了呢 我肯定是老回家 连痴呆呆的 就老回娘家 住 还关键是住 可能我的问题 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一直冷战 各自各的确实是个麻烦事情 很影响感情 后来呢 他的工作就是说 也就是老职业班 我的工作呢 就是在府外新一管医院 也三班倒 嗯 因为大家工作不一样啊 医院包括职业班的人 算是相对特殊的工作 对 那个家属都要互相包容 才能过得好 嗯 你们俩就 谁都不包容谁 一个日 他是他们家老小 我在我们家 我爷爷那边有宠我 在包容这块 亲这块做的 确实不够 现在想起来 自己也有自身的问题 年轻气盛 互相老较劲吧 嗯 可能慢慢的感情就淡了 渐行渐远了 可能作为女人吧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 给我在婚姻中 也起了不少作用 说实在的 什么作用 因为我的父亲 属于那上德停堂 下德厨房的那种男士 这不是形容女士的吗 我父亲可那什么 单位领导回家 疼媳妇 可那什么 这雕杆太高了 就是所以我老 从小这个 耳朵目染 潜移默化的 就吸血了 我原生家庭的好多 你就觉得男士 就应该在那边 工作也得好 回家还得照顾老婆 女人 不能让女人 下厨房做饭 因为女人 比如说生理期了 更年期这块 所以男士 应该多一些 关心跟体现 那你怀孕的时候 你的前夫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从那开始 就有矛盾了 我的印象就从那开始 怎么回事 因为工作的事 她我成为那是 比较事业第一的人 所以肯定有些怨言 比如说 关心 我觉得是关心话 肯定最起码没有吧 甭说接送了 怀孕的时候 从那开始 我的肯定心里 都有一些 富满情绪 日积月累的 我肯定会 跟我的 原生家庭 来诉说吧 在我娘家吃饭的时候 我母亲也比较强势 可能我老婆一说 有些可能 有点怨言 她肯定在饭中上 点了好一次 但是没那么直接 但是她听出来了 所以也处于交界 我们交流这块 沟通也很欠缺 时间长了 在不在块住 所以就慢慢感情 就没什么感情了 这个先生 如果在积极地 上进 进步 如果女士的话 那个思想跟不上 她就会 站在她的层面上 有很多委屈 所以就 慢慢慢慢 距离出来了 就这么离的呀 反正就是 特别没面 有点觉得 伤个面了 现在人 要说对外人 各方面 我觉得还行 就没说人 哪年离的过年 一数年 我觉得这就是 不合适 其实听起来 你对前夫 也没有太多怨言 就是不合适 就像您说 可能年轻 谁也不愿意让着 对对 年轻 她是老小 你是公主 真是想没说 骨子里是 但您别看我外表 到时候骨子里 还是特别需要 人家关爱那种的 暖男比较适合我 让黎老 这种暖男 请大家一看 对啊 适不适合您 哪说哪了 说的不合适的地 别太介意 没事 我没事 我开始吧 别说了 没事 公主命 更多的是公主病 真的 就是在访谈当中啊 您提了有四次 原生家庭 不止吧 不止四次了都 就是您内心认为 您原生家庭特别的好 其实我们常说呢 幸福的人呢 不都是用童年 去治愈一生吗 不幸的人 才用一生去治愈童年 您的童年里边 条件好 也挑 从来母亲都不下厨房 都是爸爸给做饭 吃吧 家里边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的 就有很多的这种 讲究 可是你在结婚当中啊 两个人在一起 他必须要相互的磨合 你不能说 哎呦 我们家原来我们家 就是这不吃那不吃的 其实这种父母给孩子 原生家庭的建设呀 有的未必是正确的 不要老提原生家庭了 我们都这岁数了 我们还谈什么原生家庭啊 我们就谈现在 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要沟通 就要互相让着 就要包容对方的缺点 这样的走下去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刚才我听您提到 您也有责任 反思自己 这点很好 一个有反思精神的人 让我们很敬佩 也是值得学习的 这对于下段婚姻 就是会更好 生活也会更好 我是比较同意 梁老师刚才说的观点 就是说 你看到今天 您依然在提您的原生家庭 在您那个年代小的时候 如果这种家庭条件 可能跟同龄人 很多人比是非常幸福的 正是因为这种不同 让您又充分地感到自豪跟幸福 所以一直这种习惯延续至今 没有改变 那另一方面 也说明您一直没有成长 其实您自己的小家庭 并没有能够延续您的原生家庭 那种优渥的生活条件 就您现在 咱说白点 就是一普通老百姓 咱也不是什么富贵之家 为什么您跟您前夫的生活上 起了很大的分歧 就是在他眼里 可能看来 你没有这富贵命 你还有一身富贵病 是吧 非想延续你爸妈那代 爷奶奶那代的 就您得 从以前的这种 生活当中脱离出来 就您现在生活 完全是您自己的生活了 那您要找的就是 现在跟您饮食习惯相同 能够接受您的消费观 然后愿意包容您的 这么一个男士 所以您看您最后一关键词 说我想找个饮食 生活习惯都相同的 这老师们说完 您觉得是不是 也可以微调一下 是 我听老师们的建议我 我真的也反思了一下 还是求大同存小义吧 可以自身在 稍微调整调整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 最终选择了 我们所有男女嘉宾 都已经悉数登台亮相了 他们之间会有 牵手成功的吗 让其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这三位女士都挺漂亮 我就是不喜欢 您这我都没问 您就着急说了 果然就是极幸 主要是今天有点受挫 喜欢因为女士 人家没接茬 但没关系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 我们要经过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选择 最终才能收获幸福 二号先生 您选择吗 我就不像 您也不像花了 我们二号先生 相对内向一点 也希望有的人早点出现 三位女士 今天也很真实地 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状态 和择偶的要求 也希望你们都早日遇到 属于自己的 那个对的她 好了 谢谢你们来到 选择现场 也感谢我们的三位老师 我们下次选择 再见 她是挺好英语的 纽尔康 英语 Lesson 1 A private conversation 我在兴趣市中心 有一处房子 是个侧院 这就是我们的院 西边这一处房子 是我的 您平时每天都会在这 看报纸吗 对 每天都看报纸 我过的生活挺有滋有味的 她自信乐观 只有20块钱的裙子 这个是十元 她随和包容 不管她是北京市外地的 在一块国际的 那绝对不让人家化下 她温暖通透 只有儿女幸福 我觉得我才幸福 我今天小孙子没人接 还不知道吃了什么样饭 所以二人世界也没不起来 她善良纯 好 那是专家老师好 我是主持人 她执着所想 翘首以盼 我母亲呢 你不结婚 也不跟人聊了 你只要结婚 不管男孩女孩 你得给我要 她们的选择精彩分成 放眼这屋里看看 您觉得这些男士 哪个能入您的眼 您挑一挑 身上大公 6月28号到7月2号 五集联播 敬请关注 63岁的张女士 晚年选择与朋友一起度过 看看都这个点了 咱们再吃饭去了 行啊 咱们吃什么呀 又来电话了 老公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生活